欢迎收看有评有据看台湾 看数据看民意 看趋势也看未来 大家好我是王时期 欢迎收看有评有据看台湾 带您一起掌握台湾政坛的大小事 在这个礼拜的总统大选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最受瞩目的话题 那就是韩国瑜在南港曾经 买过一栋7200万的豪宅 那么很有趣的事情是 每隔四年的总统大选 房舍都会变成选战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所以当房舍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 它的确是会有可能影响选情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看看 韩国瑜在南港买的这栋房子 究竟对于选情有没有影响 首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民进党的议员简舒培 十七姐各位朋友大家好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戴希青 大家好 还有绿党桃园市议员王浩宇 大家好 今天我们大数据专家是 这个思维策略共同创办人 谢一平谢博士 十七姐好大家好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我跑新闻以来 每一届的总统大选都一定跟房子有关 从宋楚瑜连战一直到苏嘉全王儒璇 而如今感觉上好像轮到了韩国瑜 韩国瑜在南港曾经买了一个7200万的豪宅 但是到最后又卖掉了 这个事情在这个礼拜成为网路上面 讨论最热烈的一个话题 所以在这个礼拜上 总统选情的各个声量的表现如何 我们就要请谢一平谢博士 来跟我们做一个解说了 好那像刚刚十七姐有提到 韩国瑜这个7200万豪宅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其实韩国瑜在这一周 他往右边有一个很大幅的移动 讨论度很热 那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这7200万豪宅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的政策 包括学大还有一些持续的讨论 但主要这么大的移动 都是这豪宅这两三天带来的 那他其实在跟上礼拜比 他的自己圈粉能力有上升 那当然一个是大家之前有讨论到 他洗衣服的影片 洗内裤 但是洗衣服的影片 还有憋尿 他还有憋尿 对 还有憋尿这些东西 那洗衣服的这个影片 给一个数据参考就是说 他大概也有四五天了 那大概是六万个赞左右 可是他的声明 豪宅的他昨天发的一早发的声明 半天就超过了六万多 所以其实豪宅的声明 比那一篇洗衣服的影片 还要受到网友的关注 了解 所以他得要好好处理房子这件事 对 没错 所以他往右又往上 不过某种程度讲 我觉得把总统选战的主议题 可以从洗内裤和憋尿 拉回到房舍 某种程度我也觉得 稍微健康一点点 可能是对 那他的对手呢 蔡英文的话 他其实往右有一点 那其实这边的话 外部的讨论就是 一些政策上的攻防 像韩国瑜有讲说 他民进党政府操作媒体这件事情 那蔡英文有跟他一来一回 那还有吕秀莲 也打了蔡英文 对 那所以这都推升 蔡英文外部的讨论 那蔡英文有高度有长高一点 那原因是过去三天 有台湾中华队友棒球的比赛 那我们有晋级到复赛 对 那蔡总统有发文表示恭贺 那非常多的人有全道粉 所以他的高度就往上升了一些 所以在这个礼拜当中 韩国瑜的话题性仍然是最多的 对 没错 然后也提醒他应该要好好注意 七千两百万房子的事情 那蔡英文仍然是在推自己的政绩 然后可是他搭到了棒球 反而使他这个品项是特别往上 让大家更支持他这个关心体育活动 对 没错 好 那在这个区块 哇 这个区块现在 这边对 就挤在一起 那其实挤成一团 有没有特别的 有 就是柯文哲 其实柯文哲一开始应该是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还有跑出来一点 算第二季轮 那他现在已经掉到跟大家挤在一起了 不好找 各位 柯文哲在这里 真的不好找 他在这里 而且你看他的曲线 其实往下了 对 他缩回来了 所以他还比不上什么苏贞昌 赖清德 对 所以这是一个警讯 因为这礼拜如果从新闻的角度去看的话 如果没有黄静怡在市府的一些新闻的话 其实柯文哲几乎没有新闻的声量 所以他还是靠学姐吗 可以这样讲 在这个礼拜 都是靠学姐的新闻 有的时候靠柯妈妈 有的时候靠柯太太 最近这个礼拜靠学姐 学姐 对 好 但是这个对柯文哲来说 也是应该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一个警讯 因为他现在民众党很努力的在冲政党票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如果他没有办法持续像过去 在网路声量上面独领风骚的话 其实对于民众党的选票的吸引 也是一个很大的难关了 对 没错 因为他现在这是 这一次是历史以来的第二滴 真的啊 历史以来的第二滴 史上第二滴 第二滴 对 所以这个是柯文哲自己要好好的 这个警惕的地方 但是我会建议柯文哲 就是要获取声量你还是不要东骂西骂 因为其实过去几周 我们从网路声量上的看起来 他东骂西骂反而并没有创造自己的高声量 不会长高 对 所以他还是要想一些比较正道而行的那种议题 我觉得对民众党来说会比较好一点 对 好 谢谢一瓶跟我们做的本周声量的大解析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谈到说 这个礼拜最夯最热的这个话题 就是说7200万的豪宅这件事情 他有两个争议点 第一个争议是说 当韩国瑜不断的强调庶民这样子的角色 然后什么庶民选总统 总统选庶民 在这样子的包装底下 没想到周刊却爆料说 他2011年失业生涯最后一年 曾经出手定下了7200万的台北市南港豪宅 他当初这个建案打出来的噱头就是南港第一豪宅 因为他的地理位置又进捷运站交通方便 然后盖得也非常漂亮 那韩半就说庶民就平民 每个平民都有买房子的权利 所以韩国瑜买这个房产的时候 有缴纳投机款跟部分的利息金额 却高估了自己财务负担的压力 所以最后是赔了200万的售除 那可是大家的疑问就是说 那如果你要打庶民的话 你怎么会 一般人怎么会去看上一个7200万的标的物 这件事情有点奇怪是不是 对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问题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去买房子 你买房子的时候 你一定会先针对你自己的头期款 还有你上班的收入 然后再去看房子的标的 所以我过去跟我先生在看房子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只能看那种1000万以下 想要看公寓你知道吗 原本那时候 我还没当议员的时候 我们本来想要定居在新北的时候 是找那种比如说二三十年的老房子 所以韩国瑜他可以在2011年 他失业的最后一年 去看上7200万的房子 那就跟大多数想要置产的年轻人很不一样 7200万是什么样的概念 年轻人你要一个月4万块 你要多少才能够存到头期款 如果头期款只要两成 或者是甚至三成来讲的话 三七二十一两千万 年轻人要工作二三十年才有办法存到两千万 所以怎么会有人去看这样的房子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 所以你觉得他这样子的行为 会不会对于选情有伤害 当然会有伤害 可是我也听过很多韩粉在支持说 可是人家最后也是赔了两百万啊 那我们买房子本来就是 他就只是他们 他老婆很有钱啊 买7200也刚好 我觉得这是更严重的 庶民或者一般的平民 或者是一般的民众在买房子 他就是自己要住 如果自己要住的房子 一定是我要住得起我要付得起 我不会赔钱把它卖掉 可是大家有没有看到 韩国瑜今年已经连续卖掉两间房舍 他的别墅农舍卖掉赔钱 市价两千万卖八百万 赔了一千两百万 现在又加上豪宅传出来 他卖了赔了两百万把它卖掉 一般的庶民赔了一千四百万 是可以买一间房子的钱啊 是赔蛮多的 是啊 所以如果是庶民 你怎么有这么多的钱可以赔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韩国瑜来讲 其实对他的形象 有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因为他就是 我觉得应该要这么说 很多的一般的平民 或者是一般的民众 像很多计程车时机 其实还蛮支持韩国瑜的 都认为说 韩国瑜讲的话就是我们要讲的 韩国瑜讲的就是我们的心声 韩国瑜跟我们是一样的人 他也很辛苦曾经失业过 可是大多数的民众失业之后 或者是辛苦 他们都可以开计程车 慢慢的赚钱 可是韩国瑜不一样 他在失业的时候 还可以去投资七千两百万的房舍 然后投期款付不出来 还可以找到当时的民意代表 帮他施压 甚至要求建设公司拿出更多的贷款来 所以我觉得这都跟他的庶民形象不一样 反而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关系 你怎么能够去有这样子好的贷款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对国民党来讲 不只影响到总统的选举 甚至连立委的选举 跟韩国瑜越靠越近的人伤害越大 这个要请教一下习清 就是说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 每一次总统大选都会跟房子有关 所以房子的事情真的应该要 更为仔细更清楚一点的做交代会比较好 那也因为说韩国瑜他是 是用庶民这样子的形象走跳这个江湖 然后他也曾经讲过我们都记得 他说庶民其实是一种心态 谁可以体会人民 体会庶民的生活 那个才叫庶民 可是因为韩国瑜自己他用乳肉饭矿泉水 然后韩冰也曾经在访问的时候说 因为他爸很穷 他说很省不是很穷 很省啦 然后12年的老车舍不得换开了 实在是很危险 所以他自己打工的钱帮爸爸换了一台车 就是说营造出来的政治人物的包装形象 他的确是一个很省很庶民 跟我们一般人真的都一样吃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七千两百万某种程度我觉得对于形象上面是会有伤的 所以就韩振营来说要怎么样弥补这样子形象上的伤害 其实这个南港房子的主要两个癥结点对这次大选的影响 一个是在所谓的庶民形象的问题 一个是在整个购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引发一些包括刚刚苏培所提到的 是不是有找民贷施压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我想后面这个部分比较简单 就是说其实苏培引用的可能是林俊仙委员所指控的部分 因为他认为说他掌握有包括纯正信函 包括有说台北本来拒绝就那两成的部分 来提供不管是贷款或后续的支付等等 可是后来经过协调又同意了 我跟大家简单报告 当时其实非常简单 那大概有90几户的所谓的无双的住户 因为中央银行打房的政策 所以从原来贷款的七成降为五成 所以产生了两成的落差 那可是在台肥跟所有购买者的签约里面 都注明了就是要七成贷款 那也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所谓的纯正信义是 不对 当时中央政府的法令豪宅定义台北市是8000万 然后再定义那是后来的调整 从8000后来降到7000 那是后来的事情没有错 可是无双当时的房价有7000的也有8000的 因为不同坪数的关系 对 坪数 对 不同坪数关系 有7000多万的也有8000多万的 因为不同大小 不同楼层 所以它的不行啊 所以当时他们是联名 所有采购者是要求 要求台肥履行原来的采购合约 因为合约明定 你只要差价在三层之内的话 你必须要履行契约 所以所谓的纯正信函 是他们委托律师 包括这两天 黄珊珊副市长所提出来澄清的 就是因为他是港湖的议员 他又有律师背景 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住户跟选民去找他澄清 希望他能够协调台肥公司 而台肥公司在2011年的董事长 是钟荣吉先生 钟荣吉又是前清明党的秘书长 那黄珊珊以前也是清明党籍的 所以他们就顺理成长找选区的议员 找他跟清明党有关联性的 钟荣吉董事长 去请求他要求台肥旅行原有契约 然后就这两成的部分来协助 而且根据台肥昨天第一时间的说法非常简单 台肥当时交到程序之后 第一时间他们依据中央银行的规定 只能代五成 没有错 可是后来他们认为 的确合约里面有规范 就那个价差的部分 以及在三成以内的部分 台肥必须要履行契约 所以后来他们就同意了 而且也报经管会核准 后来是协调 据我了解应该是中国信托 来协助就这两成的部分 不过金管会是说 那个是后来顾立雄出来打脸 顾立雄出来打脸台肥第一时间的说法 这不需要问金管会 是不是事实 大家可以事后再去追查 因为台肥昨天第一时间 大家不要忘记 现在民党执政 台肥并不是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 台肥第一时间回应这个事情的说法 就是当时他们履约 而且经过金管会的同意 才去做这两成差价的一个承担 所以这个部分 不是当时两个都没有公职的 李嘉芬或韩国瑜能够去主导的 而且黄珊珊昨天也证明 她的成亲里面没有韩国瑜 没有李嘉芬 她当时也不认识他们两夫妻 更何况大家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当时的原始住户 还有蔡正宜立法委员 她不只是那个区的立法委员 而且是现任的立法委员 如果真的要施压 还轮得到韩国瑜或李嘉芬 去找人施压吗 好 我知道这个习卿讲的 这个一整个流程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说 那韩半需不需要开一个正式的记者会 把当中的所有疑点 就像你刚刚讲的 你1.1是什么 1.2是什么 还有包括说 我们两夫妻都在失业 我们要买房子给全家人住 我怎么会去挑一个7200万的 我觉得种种的疑问 我认为韩半其实应该要严肃以罪 它应该要有一个比较正式的记者会 把所有的疑问 一点一点做出说明和澄清 那所以它才可以解决 第一 你是不是假庶民 第二 你有没有用特权 如果这两个疑点没有办法被消除的话 我相信因为选举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 它一定会影响到这种大选 有可能还会影响到国民党的立委选情 这件事情真的不可以轻忽 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听听看王浩宇怎么讲 因为浩宇他年纪比较轻 他每天在网路上面相当的活跃 所以我想听听看说 浩宇有没有观察到一些年轻人 对于这件事情上面的反应究竟是如何